今次想和大家介紹如何製作環保南瓜車花燈 這個方法同時可以製作便宜一題 首先準備麵粉糊 麵粉加水 稀度就是這樣 之後就準備布紙 或者我用這些垃圾紙 也可以的 還有一隻碗 一個氣球 這個氣球放進碗裡 這樣就會穩妥一點 先用手 再用手 塗一點 粉糊塗在氣球 我做了這麼多次 發覺用手是最方便的 這個工作小朋友做都可以的 塗了氣球之後 就可以貼紙 紙要有少少重疊 鋪完之後 再加少少在表面 讓它貼得好一點 這個工作完成之後 就要等大約一晚時間乾 至少要做兩三層 這樣才夠穩妥的 每層都要乾透了 敲下去硬的 才做另一層 這種燈梧是要做幾天的 所以要記住 預期了時間 可能一個星期之前就做了 做好之後 樣子就是這樣的 讓它乾乾 然後就 交給我三歲的女兒 幫忙做了 上色的時候 可以用Tissue Paper 或者用Paint 塗進去都可以的 你做完了嗎 你在做什麼 嘻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這是什麼 顏色 冷紅色 嘻嘻 等紫光透了 就可以刺爆了 我開了幾個窗 就加了一個皇冠 就讓它油的 還有我加了 藍巴車的綠 你看到它油 它喜歡紫色 它油的紫色 還有 還有 貼一些豬片 貼貼紙 去裝飾 那就完成了 加上燈之後 它就 它的樣子就非常突出 它就很喜歡 這個做燈的方法 都可以做Pianta 我之前呢 就做過一個 獨角獸的Pianta 就是用兩個氣球 還有一個紙卷 用膠紙穩定藥之後 你又看到我加上耳朵 加上腳 用同樣的方法 鋪紙下去 用布紙這樣鋪 鋪完之後 就等它乾了一層 然後就鋪白色的Tissue Paper 乾了之後 刺爆波 然後呢 就開孔 放些糖 然後 我女兒呢 就會裝飾 可以做 那個 那些毛 加些毛 加眼睛 那就搞定了 我之前都用同樣的方法 做了一隻Pianta 也是Pianta 來的 這裡就有些步驟 你還可以用這個方法 做 例如Angry Bird 或者是Ironman的頭盔 都可以的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說 拜拜